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的喜剧电影 天翻地覆 本篇主要讲述了一只屡历战功的警犬 因为遭到犯罪分子追杀 意外的结识了新主人 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搞笑的冒险故事 狗狗作为人类真诚的朋友 一直备受人类爱戴 其中警犬可谓是人类的安全卫士 他们尽职尽责 凭借自身的天赋 勇敢地站在与邪恶斗争的第一线 从小生活在FBI的警犬11号特工 和他的训导员共同破获了很多大案 这也让11号特工备受大家的爱戴 这一次他也像往常一样执行任务 而对方是经验老道的大毒枭桑妮 当训导员给11号特工线索后 11号特工很快就投入到了搜寻之中 逍遥法外多年的桑妮十分轻视警察 还认为这次的贩毒任务依旧天衣无缝 还嚣张地羞辱起了警务人员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11号特工竟然发现了他的毒品 顺利地帮助警方破获了这桩案件 遭受损失的方妮于是对11号特工恨之入骨 他发誓必须将11号特工给铲除掉 于是开始命令手下着手此事 而另一边的FBI情报部门也得知了消息 大家决定将11号特工保护起来 最后11号特工被装进了笼子中 即将被特警人员护送到警犬基地 和他共事多年的训导员恋恋不舍 还跟11号特工进行了告别 本以为此事将会平息 却没想到桑妮早已在他们内部安排了眼线 11号特工被送往警犬基地的消息 他也早已掌握 并命令眼线接应 准备随时暗杀掉11号特工 另一边作为男主的哥德出现了 他是一个公资微薄的邮差 虽然生活艰辛 但哥德是一个乐天派 同时他还暗恋着自己的邻居珍妮 珍妮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 哥德每天都想方设法追求珍妮 但珍妮并不想接受哥德 于是哥德决定从珍妮的儿子詹姆斯入手 因为珍妮工作忙碌 所以哥德经常帮助珍妮照看詹姆斯 他还经常找到自己的朋友大黑求助 探寻如何和小孩打成一片的方法 但显然结果并不理想 此外哥德还有一个情敌 这个人是一位警察 他对哥德十分不屑 还经常嘲讽哥德追求珍妮 这让哥德十分恼火 詹姆斯是一个十分喜欢狗狗的孩子 但母亲珍妮并不同意让他养狗 这天哥德买来了一个玩具狗送给他 但詹姆斯看样子并不喜欢 这时珍妮打来电话 因为自己工作繁忙 想让哥德照看一天詹姆斯 哥德爽快的答应了 并将詹姆斯带到了自己的家中照看 来到了哥德凌乱的家中后 詹姆斯感到十分无语 哥德还准备了一顿糟糕的晚餐 但很快两人逐渐敞开了心扉 与此同时 在线人的案中操作下 十一号特工被带入了桑尼的圈套中 但机智的他很快就逃离了圈套 躲过了桑尼和手下的暗杀 为了寻求藏身之处 十一号特工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哥德的运输车中 而此时 哥德决定带着詹姆斯出门工作 在运输车中 十一号特工和两人相遇了 詹姆斯表示十分开心 认为眼前的狗狗一定是自己的礼物 但哥德并不这样想 他是一个不太喜欢狗的人 而且经过训练的十一号特工 让他感到十分古怪 但在詹姆斯的请求下 哥德只好同意将他带到家中抚养 刚开始 哥德和十一号特工相处的并不愉快 哥德还被十一号特工锁在了屋外 备受折磨的他 还让警察因为误会带到了警局 最后 还是詹姆斯带着十一号特工将他救了出来 另一边 因为想念十一号特工 训导员决定来到紧犬基地看望他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十一号特工竟然被人掉了包 于是 训导员立即来到街上四处寻找爱狗 一天 十一号特工跟哥德 哥德在街上散步时 看到了一个小偷进行偷窃 十一号特工立即冲上去 制服了小偷 这让哥德对十一号特工刮目相看 他渐渐地发现 因为十一号特工的出现 自己和詹姆斯的隔阂也在慢慢消散 而十一号特工也将两人当成自己的家人 哥德还给十一号特工起了一个新名字 点点 这时 桑尼雇佣的杀手出现在了公园附近 而哥德和詹姆斯也正带着十一号特工散步 发现了十一号特工的踪迹后 杀手立即开始着手计划暗杀 此时 训导员的寻狗启事贴遍了大街小巷 哥德和女邻居看到后立即拨打了训导员的电话 随后 训导员带着同事们来到了哥德的家中索要 得知了十一号特工的身份后 无奈的哥德只好选择归还 这让詹姆斯十分难过 他试图安慰詹姆斯 可却无济于事 回到基地的十一号特工整日闷闷不乐 他每天都在想念哥德和詹姆斯 于是 在一次饲养原味食时 十一号特工趁机跑了出去 另一边 桑尼带着杀手们来到了哥德家中 准备找到十一号特工进行暗杀 但恰好撞见了哥德和詹姆斯 哥德从FBI警员那了解过桑尼 于是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峙 就当两人被桑尼绑架威胁的紧急关头 十一号特工突然出现了 并成功的击败了桑尼等人 随后 FBI人员到来 一举抓获这群犯罪分子 十一号特工再次立了大功 当训导员准备接他回家时 哥德见状立即进行了阻止 并表示 十一号特工已经做了很多年警犬 他也需要自己想要的生活 看着十一号特工想要回归正常生活 并有一个喜爱的新主人 训导员忍痛的答应了哥德的请求 影片最后 十一号特工被哥德带回了家中 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而珍妮也接受了哥德的追求 一家人和十一号特工幸福的生活着 在生活中 有时候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十一号特工一样 当我们感到疲惫和无奈时 也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 毕竟人生苦短 带着自己的蒙泉每天轻松的生活 也同样能收获幸福和快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